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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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沒有反應 我想今天利用這個時間 要跟各位分享 我們怎麼從會計這個角度 來去體會 或者是來去感受一下人生 會計這種東西 如果我們從比較狹隘的一個觀點來看的話 就如同我影片裡面所提的 它可能都是一大堆的一個數字 一大堆的一個報表 那會計從業人員 可能每天都投注在報表的一個編制 這些數字堆裡面 但是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講的 非常非常狹隘的一個會計的概念 東武大學會計系 在最早之前 在1900年剛設立的時候 它是在上海的校區裡面 是在法學院底下 在法學院底下 它並不是獨立於 並不是存在於商學院裡面的 你在如果從會計的最早的一個起源來看的話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張圖上面是一個意大利的一個數學家 他是在15世紀的時候 一個方技各會的一個修士 他的名字叫Luca Pascioni 那Luca Pascioni 他是目前的我們講的會計學之父 他是一個數學家 在桌子上他擺著一個正方題 這個正方題是一個五邊形的一個正方題 看起來我們如果從現在的一個角度去看 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的影響 在Luca他影響在後代 現在的一個跨系發展 就是他最著名就是 富士步記的概念 富士步記的概念 其實是從數學的一個概念衍生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從Luca的一個正多方題的一個概念之後 後來一直到17世紀影響的迪卡爾 開始產生了一個去驗算的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OLA的一個係數 那OLA的係數的話 就是把正多方題的部分 他把邊、面跟點這三個部分 去求算一個係數出來 如果各位還有一些概念的話 其實他如果我們從二維的一個角度來看 X會等於F-1加V 那如果從二維的角度來看 任何的一個正多方題算出來 其實都是等於2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 從等號的左邊跟右邊 也就是Luca當時的想法的話 就是從一個富士步記的一個想法衍生出來 那一直到17世紀的時候 迪卡爾他去驗算了這個係數出來之後 到18世紀的時候 OLA去證明了它 結果到19世紀後來又發現迪卡爾 其實是最早去證明的等等 好 這些就是要告訴各位 其實會計的東西不是自己獨立出來 會計的東西其實最早是從數學這邊衍生出來 好 我想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應該更加可以去打開心胸去瞭解會計到底是什麼東西 如果我們把我們引用美國的心理學家 Alex 他的一個把人生分成是一個八大階段的概念來看的話 在人生裡面 在前面幾個階段裡面 我們從不管是嬰兒期或者是兒童的一個早期 或者是遊戲期 這個三個最早期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這些的一個發展 隨著你的年齡的增長 隨著你的一個身體的茁壯 這些發展 你擁有了這些發展的同時 其實你帶來的另外一邊 就像天秤一樣 你帶來另外一邊 其實帶出來是一個負債 什麼樣叫做負債呢 因為你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成長跟發展 其實是因為父母親 因為親情 因為這個社會的一個給你一些教養等等而產生的 所以我們人從一開始出生的時候 就是一個天品的概念 一開始出生的時候 他另外一方面 不斷的累積很多很多的一個負債 隨著年齡的一個增長之後 我們想說自己可以獨立的開始賺錢工作之後 我們就覺得說 為了賺這些錢 甚至你看到你的朋友 你這些的一個 你的兄弟姐妹或等等 他住豪宅 他可以開名車等等 所以甚至你會去借錢去買房子 借錢去開車子等等 隨著你的一個金錢的一個追求 金錢上面的一個成長 那你的負債也就 你的負債也就越來越多 好 那這些的一個資產 多到一定的一個程度之後 你就想說 是不是再回到家裡面 我們開始就會想說 這些的一個財富 是不是能夠帶來親情上面的 家庭生活上面的一個溫暖 我記得印象很深是 當時我還在前幾大事務所工作的時候 當時有個國際合國人跟我分享 他的年薪超過一千多萬 當他的小孩二十歲那一年 他就跟他的小孩說 你今年二十歲你想要得到什麼樣的成年禮 那媽媽都買給你 他的小孩子跟他說 我的成年禮我想要 父母親好好陪我吃一頓飯 這個是年薪上千萬的國際合國人 他的小孩的成年裡所希望的一個生日禮物 所以當我們不斷的在追求財富的時候 有的時候到最後我們會反過頭來去想一想 到底我的家庭我的親情到底是在哪邊 所以我們會反過來去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一個人最好的最多的一個財富 或者是說最有價值的一個東西 其實除了親情之外 另外一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友情 友情 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友情是無價的 出門在外會幫助你的 其實都是這些你的朋友 所以在追求財富的一個同時的話 我們去想一想到底你的目的是在哪邊 所以總括來講的話 一個人所擁有的所有的一個資產 這些資產不管你是有形的這些的財富 或者是無形的這些的一個友誼等等 擁有這些的資產的同時 其實我們都要想一想 我們是不是這些的一個資產是來自於多少的負債 來自於多少的親情上面的一個養成 所以這邊就形成我們在會計 理論上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方程式 就是資產會等於負債加權益 也就是說所有的一個資產的一個來源 不外乎是從負債這邊來 不然就是由權益這邊而來的 好 這個是人生的一個概念 不管你在哪一個階段 不管你是從事什麼樣的一個行業 其實你都是會面臨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企業界也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任何的一個企業 它所擁有的所有的業資產 絕對是來自於負債跟權益所組成的 也就是說任何的業資產不是由負債這邊來 就是由權益這邊來 那說明這樣的一個有多少的資產 有多少的負債有多少權益的一個概念 如果我們把它做一張報表的話 這張報表就是我們在會計學上面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張表 叫做資產負債表 資產負債表 這是在財務報表上面一個非常重要的第一張報表 好 那一個企業為什麼要擁有這項的資產 一個企業為什麼要擁有這些的業資產 企業存在的一個目的 如果你從公司法第一條的角度上面來看的話 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賺錢 所以任何的業企業的 任何的業企業它就是 一開始都是以賺錢為目的 那要怎麼表達一個企業賺多少錢呢 那什麼叫做賺錢呢 我們透過了一張報表來呈現一個企業賺多少錢 而這個賺錢的定義 我們把它定義變成是收入減掉費用 叫做利潤 所以我們很熟悉的講的賺錢這種東西 我們把它擺在一張報表上面我們稱為是利潤 所以收入減掉費用等於利潤 這張表的話就是呈現財務報表上面很重要的 第二張表就是損益表 損益表 好 當你了解資產負債表 你了解損益表之後 我們就是說 一個企業 他資產負債表 他的損益表他會賺錢就叫做成功嗎 所以一個企業他能夠成功 如果我們是從台積電 張總統董事長曾經說過 台積電的一個成功 除了他的專業的技術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他有乾淨的財務報表 那這邊講的乾淨的財務報表 其實他的概念是有兩個 第一個是他有健全的財務的結構 那第二個是他還有穩定的獲利 穩定的獲利 那我們在講健全的財務的結構 講的就是資產負債表 我們講的是穩定的獲利的能力 講的就是損益表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看張總某先生 他是理工背景的 但是他在很多次的演講場合裡面 去陳述他的台積電的一個成功 也談到有關財務這個東西 所以賺錢不管是很重要 財務結構也很重要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帶出來另外一個議題 而這個議題也是 今年度準備我們要 東武大學會計系的學生 要準備到大陸去打一個 會計盃的一個專業的 一個辯論賽的其中一個辯論 資產負債表比較重要 還是損益表比較重要 這兩張表哪一張表比較重要 其實他是不同的概念 損益表我們剛剛講 告訴你賺多少錢 但是他是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的一個概念 資產負債表是告訴你說 我現在的財務的狀況 就像台積電一樣 張總某先生要告訴你說 我目前台積電的財務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就要看的是資產負債表 如果我要告訴你說我今年度要 我今年度賺的是多少錢 我看的就是損益表 所以任何的財務報表 如果你是從短期的角度去思考的話 那你要看的就是損益表 如果你要看長期的一個獲利的一個結構 如果來看的話 我們就要著重量資產負債表 所以這兩張表到底誰比較重要 其實必須要從你的角度出發 你到底要看長還是看短 OK 好 那會計人員的工作 在這些的一個會計的一個工作裡面 會計人員他的主要工作是什麼 其實會計人員主要工作 如果我們以狹隘的角度來看 他就是把它 會計的技術把它做好 做正確 然後用報表的一個方式來呈現 這個就是會計人員的一個工作 但是會計師的一個工作 CPA的工作又是什麼呢 會計師的工作就是 當財務報表編制完成之後 會計人員把財務報表編完之後 那會計師站在一個獨立的第三者 就去做一個驗證的一個工作 所以會計師的工作 基本上是去做驗證的一個工作 好 那現在的高科技的一個 或者是機器人的一個世代 或者是大數據的一個世代 怎麼會對於如何影響到會計 會計人員如果影響 進而影響到會計師的一個工作呢 那其實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我上禮拜到大陸去參加一個國際研討會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一段話就是 我們不能再沉溺於過去 你過往多厲害 你過往多醒 那是已經是過去式了 你也不要去幻想未來 你不要說你未來的夢想是怎麼樣 但是他強調的是什麼 希望集中你的精力 集中你的注意力在於現在 所以接下來要跟各位分享一個 目前在國外或者國際上面 在大型事務所裡面 大型的會計師事務所裡面 目前他已經演變在 演變到他的查核的一個過程 或者他的內部的有關會計人員 或者會計師的工作 他的環境的面向是怎麼樣 那我介紹就呈現一個 目前在全球前三大會計師事務所 在國外的辦公室的一個狀況 今朝著到大型事務所 今朝著一大型事務所 计划理, 专业, 应该顶持续化, 得益、 货能和 进行销行动员。 我们的超级技術 发展专业, 定属, House, 这些比较高手段。 今天,我们戴美国技巧合作的数据 称赛多伤业专门。 我们有ero年 bientôt应该 划指导、运动软和 活动。 我们的能力的确度 体验 诈诈的划算出出 第二段的侧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你在影片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 它出现了好几次叫做什么? Today 它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目前现在的一个科技的演练 已经是存在于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了 在这个事务所里面 在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场合里面 它的环境里面 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很大量的一个paper 在我们的桌上 所以在我们目前的一个环境里面 其实要告诉各位就是 财务报表或者我们刚刚讲的资产不债表 或损益表的一个呈现 我引用目前在上个月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理事长 他提说 目前未来的财务报表的一个呈现 应该它的主轴在于Going Concern Going Concern这个风险 应该是未来财务报表的一个主轴 也就是说什么叫Going Concern 就是对于继续经营假设 或者是继续经营有疑虑的任何的一个风险 都应该存在于财务报表上面 任何的公司如果它继续经营是有疑虑 或者是有风险的 它其实不是在于那些数字 因为财务报表上面数字已经到了后端 而是在前头的部分 它的营运面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告诉各位 我们应该从KYC 怎么从知道你的客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讯开始 那这些资讯来自于哪边 KYD 就是这些客户 你所有的公司企业的Data里面 那这些Data存在于哪边 他告诉你说你要去了解PC 就是Transaction Chain 就是交易的产业链 所以目前我们才有很多的概念 叫做比如说区块链 比如说之前的互联网 到现在我们提到的 已经是互联网的一个时代了 好 所以要告诉各位说 会计这个东西其实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 也存在于各行各业的理念 所以未来会计的东西 应该是以会计AC Accounting为基础 然后我们结合了这个大数据的一个概念 然后把法律的issue把它纳起来 也就是这个才代表我们会计的未来 还有怎么代表一个人的一个一生 好以上就是我简短的一个介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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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